現在才知道 下半身危機真不少 金美女 是 現在的女性真的很辛苦 家庭跟工作兩頭跑 那自己就像蠟燭一樣 兩頭燒 對啊 憲哥你有看到 我頭頂在冒煙嗎 有嗎 我也燒得滿嚴重的 真的喔 不過因為這樣子 反而是忽略了 自己的一個健康管理 而很多不小心 病痛就找上門 沒錯 而且今天呢 我們要跟大家討論的是 可是呢 女性朋友 如果講到下半身的危機 通常呢 大家都不知道 到底該怎麼辦 或者呢 有時候 根本就是難以啟齒 不知道如何去討論 所以呢 有時候就會引起 非常嚴重的危機喔 今天我們就要跟 全國的婦女同胞們 大家要一起來捍衛我們的健康 今天三位姐妹究竟有什麼 難以啟齒的痛 到底要怎麼做 才可以解救下半身 今天就邀請到專業醫師 來為大家解惑 改善你的疼痛 感染 以及肥胖等多重危機 讓大家從此月月都安寧喔 中國有一句話叫 因為女性跟男性不一樣的地方 有一個子宮 她是在孕育心的生命 另外也因為子宮的內複泌 穩定全身的一個 新陳代謝的一個器官 那妳如果不小心的話 那麼就容易有下半身循環 不好的一個問題 沒錯 所以講到這個第一名呢 應該就是 那我就要來問一下我們在場 包括潔玲 我們所有的女性朋友 包括我們廖醫師 大家曾經有過經痛困擾的 請舉手 沒有 只有廖醫師沒有 所以這個比例上來講 其實是滿高的 那我們趕快來問一下潔玲 這個經痛如果問題不注意的話 到底會有什麼樣的危機 根據調查有九成以上的女性 都有經痛的問題 甚至超過我們常常聽到的 胃痛 頭痛 所以經痛真的是很麻煩 而且痛起來要了命 憲哥 我想你應該沒有 這樣的困擾對不對 我們都好羨慕你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來 經痛不注意 我們的盆腔炎子宮肌瘤來搗蛋 不孕就會找上你 是 請問一下陳醫師 我們兩個應該都沒有 你們如果有問題就大了 不過經痛的問題 一般來講 女孩子都會把它忽略 認為是好像正常一樣 但它會導致這麼嚴重的危機 很多人都會覺得說 每個月來有時候都習慣了 這個時間大致上 就是會有經痛的問題 然後有些人就已經習慣說 我大概做什麼樣的東西 讓這個疼痛可以緩解 然後就覺得說 緩解疼痛過了就算了 可是其實你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這個疼痛的一個問題在 因為有時候這些疼痛會合併 有些是來 有些人會有這樣子的情況出現 有些疼痛是說 我大致上每次都痛個兩天或三天 可是為什麼這次痛那麼久 痛個一個禮拜 甚至比之前的疼痛度還要來得嚴重 這代表是說一定有一些問題出現了 而不是跟我們一般的 所謂的那個經痛是一樣 我們經痛是我們子宮在做一個收縮的 之前那個動作 當它一收縮起來的時候 我們子宮內膜 它就會做一個剝落的動作 剝落動作我們月經就會來 我們子宮內膜不在子宮裡面 我們有時候會有子宮內膜異味 就是這個子宮內膜跑到別的地方去了 會跑到哪裡 有些會跑到卵巢 有些會跑到旁邊的器官像腸趾 有些會跑到那個我們的疏軟管這上面 所以它根本就不在我們子宮的內側來 但是它會跟著我們的荷蒙一樣會脹 跟我們的荷蒙一樣會退 只是它不會在子宮裡面 那它這樣還是會排出來嗎 不會 它排到我們的骨盆腔裡面 卡住 會卡住 會卡在我們的骨盆腔裡面 所以這部分來講就要特別去注意一下 這是子宮內膜異味 是顯得一個問題以外 當然除了這個 我們還會怕就是像 有些人是因為卵巢出了問題 像卵巢水腫或我們所謂的那個 卵巢這一部分的子宮內膜異味 到那個地方去 或者最怕案子比較少一點的 就是子宮 卵巢癌的問題 它也會導致所謂的 精淺的一些疼痛的問題會出現 可是呢 會伴隨著可能 或伴隨著其他的症狀會出現 所以女性朋友可以觀察一下自己 就是說如果你是長期精通 你痛的程度 痛的天數 痛的狀況 如果跟平常不一樣都要小心 對 其實精通的問題 已經是非常的普遍 有九成的女性都有精通的問題 但是都不曉得 怎麼去好好的照顧 降低這樣的婦女疾病的傷害 不過問題 結領 一般生活之中 有哪些錯誤的習慣 會導致女孩子的 產生嚴重的精通問題 好 我們來看一下 到底有哪些我們生活上的 不好的習慣 導致我們精通更嚴重呢 首先第一個就是 愛穿迷你裙 短裙或是露肩妝 第二個就是回家呢 就彈在沙發上看 都民巨星 然後第三個就是喜歡盤腿做 這些習慣你們真的有嗎 像阿菁姐 妳的MC痛到什麼程度 我的那個痛 就是 這麼慘 而且我以前精通一來的時候 我就是MC來的第一天 我第一天是沒有辦法起床下床 然後去上班或是去上學的 就是痛到上吐下瀉 會影響生活的 上吐下瀉 然後你痛到你赤脂痛下來 也沒有用 你用那個熱膚也沒有用 然後就真的是痛在地上打滾 然後最後我就會狂哭 然後哭到很累很累 大概要持續痛個八個鐘頭左右 然後你從早上好 就一直哭 哭到下午 然後哭不哭完之後你就會很累 然後很累之後你就會睡著 然後睡著醒來就好了 那妳有想要去重視這問題 或去檢查嗎 太消極了 哪一種子痛藥比較有用 然後熱膚有各式各樣的那種 熱膚帶 暖暖包 然後還有一種是插電的 然後那種也都會試試看 然後就是像剛剛講這個 三個習慣 那個露肩 我是穿露肚妝 因為我以前... 我以前就是十幾年前 我穿那個 那妳穿的肚妝就要給人家看 所以我就很喜歡穿 有些露肚的 可是那一段時間 我驚痛就特別嚴重 因為肚子每天在吹風 然後我都沒有想到這個 然後後來是因為有一天 我的那個肚妝 然後跟我那牛仔褲的皮帶卡到 然後我尿急 然後去廁所一拉 就整個... 整個就掉了 我到現在還有那個痕跡 跡形 對 然後後來就還有那個痕跡 後來我想說 既然這樣已經扯斷就算了 我就不想再那個 那所以從那時候 我就沒有穿過露肚妝 從那時候開始 那個MC經痛的那個症狀 就減少很多了 真的 然後這三個我都有中招 三個都在沙發上 所以難怪我經痛會那麼痛 我回家就回家 如果說我們那個沙發很舒服 妳就會這樣子 然後這樣看電視 大概應該都是這樣子 對啊 妳看然後人回家 沒有人回家 那個沙發這樣坐 是這樣坐 很少人回家會這樣子擺 應該沒有 這樣回家就是這樣子 對 沒錯 那百榮妳的MC 不算有這三個習慣嗎 我就是也是三個都有中 就是第一個 我是穿短褲比較多 現在還是 然後常常就是 自己就覺得很強壯 然後穿短褲就在街上走 妳這樣子那個風 會這樣穿到妳的那個卵巢 對啊 我跟妳講 會不會有點遠 有一次我也是寒流 然後也是穿短褲 然後想說應該沒差吧 只是從 都覺得應該在車上 就是在室內嘛 不會太冷 就那一天剛好 就是停車停很遠 所以就從那地方 去牽車的時候 那個風就一直這樣 刺骨的那種風 然後我到車上的時候 我覺得我兩個條腿 已經失去知覺 因為太冷了 結果後來第二天 我真的早上起來的時候 我覺得我從腰部 就開始痠痛 意思是整隻腿 就是在痠痛 對 可能冷到了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 應該也是有關係 那攤沙發上跟盤腿做一定的 對 而且盤腿 盤腿在家裡就盤腿 在外面就會這樣翹腳 翹腳也不好 就是翹在這個壓軸這樣 大家都翹腳 而且像記不記得 就是我們年輕的時候 真的不願意講這句話 就是以前我們那時候 二十出頭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不是很流行 穿低腰褲 對 所以就是阿金姐 她是整個肚臍露出來 但因為我記得我出道那時候 每天大家都比 那牛仔褲跟裙子比低腰的 而且那個定制褲都要露出來 給大家看一下 對啊 沒關係 現在保守就好 所以小曼也有這些習慣嗎 都中啊 可是... 而且妳的話 我對妳的了解 應該不只下面是空的而已吧 上面也是空的嘛 就因為我們的比例來講 就...對啊 一定得穿短的 那種三頭身 下面不穿短一點 人家看不到妳有腿 不會啊 郭學夫 妳身材還不錯啊 真的 假裝就叫我雪佛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怎麼樣 可是其實也是 因為夏天沒有辦法 就穿不住衣服 就小胖子真的很怕熱 所以就布料就會越來越少 只是那個攤在沙發上 我比較不一樣 我是攤在床上 那就是愣攤的意思啊 對 那至於盤腿我真的 我是盤腿的愛好者 你看 唯一裡面沒有翹腳是我 因為我覺得不好翹 可是妳的腿盤得起來嗎 我跟你講 我盤到什麼境界 它筋骨很軟耶 它 真的還不錯 其實我連就是在如廁的時候 我都可以在馬上跟盤腿 真的 會不會掉下來嗎 不會啊... 如廁ING嗎 如廁ING啊 也可以盤就盤啊 這樣上得出來 好好上 真的 難想一下 憲哥 你有辦法嗎 我沒辦法 我要酒一下廖醫師 為什麼這些行為會導致驚痛 甚至夜間不順 這個穿得少露背裝 露肩裝 因為我們皇帝內經有提到說 血欲寒則凝 寒氣的寒就凝結了嘛 血欲寒則凝 寒則不通 不通則痛 對 所以也就是說 我們體內有寒氣入理的時候 我們氣血就凝至不順 精血排出不順暢 就會造成筋痛 那其實大家講寒氣 那應該冬天比較容易筋痛 那其實我在臨床上 我覺得冬天 因為大家喜歡吃溫熱的東西 而且冬天大家都包得緊緊的 其實寒氣反而不容易入理 反而是在夏天的時候 因為夏天天氣熱 大家喜歡吃一些冰冷寒涼的東西 再加上我們又穿得少嘛 就剛剛講什麼露肚裝 低腰 這個全部都是在夏天的時候 然後又吹冷氣 對 沒有錯 然後這個時候 牛仔在冷氣房裡面 所以這個寒氣整個入理 所以臨床上真的反而是 夏天驚痛的人 比冬天多 非常的多 對 所以還是要注意 那是第一點 那再來 剛剛講說 攤坐在沙發上的那些姿勢 或是我們講一些什麼盤腿 翹腳 斜座 就是說這些不良的姿勢 為什麼跟筋痛有關係 因為我們這些姿勢 會造成骨盆不振 那骨盆 我們的子宮 它其實是很多的韌帶系統 然後固定在我們的骨盆腔中 所以一旦你的骨盆不振 你的子宮位置就會受到影響 那我們正常的子宮位置 如果從側面來看 我們子宮的位置 其實是前軀的 前傾的 就是這是子宮 這是陰道 它其實是比較前傾的 因為我們的膀胱從側面看起來 所以它其實血流得很順暢 可是一旦你的子宮 因為韌帶的關係 或是一些不良的坐姿 或什麼樣的其他的原因 剛剛講子宮內膜異味 或是有腫瘤 它造成了子宮後傾 那子宮後傾會發現 筋血流出不順暢 會造成血液 鬱積 那你這個子宮就要用力收縮 把這個血排出來 所以這個時候就會產生筋痛 所以為什麼你骨盆的位置不振 影響到子宮的位置 子宮位置就會造成筋痛 而且剛剛講這些不正常的坐姿 其實會影響到我們骨盆腔 就是核心肌群的這些 肌肉的張力跟強度 所以會影響到骨盆腔的血液循環 那這個就會影響到 女性的生育能力 所以這些我們講的這些 不正常的坐姿 其實大家也要很特別注意 對 剛剛聽廖醫師這樣講 過去老祖宗有一句話說 其實它是有它的一個道理存在 不過廖醫師很多女孩子 精通的時候 都會自己去買一些止痛藥來吃 難道沒有更簡單的方法 增加子宮的機能 減少精通嗎 對 那我其實教大家一個 簡單的穴位按摩 我們不要只有吃止痛藥的方式 因為它只是治標 沒有治本 那教大家一個穴位叫做 那子宮穴怎麼找呢 那我們可以站起來 示範給大家看 我們可以站起來 那我們找的時候呢 我們首先是找到我們的肚臍 先找到肚臍 那我們肚臍往下做一個垂直線 那我們這個垂直線往下化 碰到我們的骨頭 那這個骨頭就是我們的 持骨 這個持骨就是李毅蓮齒那個持 持骨 持骨 你們有持骨嗎 有啦 不好找 你自己看 哪裡有 怎麼那麼Q啊 真的喔 就是摸到骨頭的地方 這是持骨 那我們找到持骨的頂端上圓 它在我們持骨上 一個大拇指寬度 對 所以我們找到之後呢 找到這個大拇指寬度 這個距離 中間 這個中間 那這個子宮穴在我們旁開 中間旁開四根手指頭的距離 所以兩側四根手指頭 所以這就是我們的子宮穴 平行的就對了 所以大概壓的位置 有點像是我們卵巢的位置 這個地方 很酸耶 對 那就酸胖 那我可以教大家配合動作 我們可以把兩個腳張開 跟我們的肩膀同寬 然後我們的大拇指按壓 我們的子宮穴 然後我們配合的臀部 做左右前後扭轉這個動作 那我們先順時針方向 扭轉30下之後呢 我們再逆時針方向 扭轉30下 所以會酸是正常 對 那這個子宮 因為穴位都會有酸酸脹脹的感覺 那這個子宮穴對於我們改善 子宮脫鎚啦 或是月經不調 筋痛 膀胱炎 或是一些骨盆腔炎 其實都是有改善 那再加上我們這個臀部做前後 左右扭轉這個動作 其實可以強化我們核心肌群的 這種肌肉的張力跟強度 所以也可以改善 我們整個骨盆腔的血液循環 可是啊 像憲哥你看 我們這樣輕輕的按著而已 我也沒有用力 可是就這樣轉一轉 很痛耶 很痛啊 痛是不好的意思嗎 應該是有酸脹的感覺 可是如果痛的話 表示這個地方氣血循環比較不好 所以其實要比較注意了 對 要把它揉在那裡 那還是我們都站著 把整個做完好了 那我們就這樣 大家就站著 站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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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過台灣女性 我們每三個人裡面就有一個 有 泌尿道感染的一個痛苦 三個就有一個病 對 而且患者的人數 是每年每年在成長 那他的一個年輕化 是每年每年在往前推 所以我還很年輕 因為我還沒 真的 那妳今年只有八歲 好 不過因為這種泌尿道的一個感染 妳如果不當心的話 會有哪些健康的危機 接著來告訴我們 根據統計呢 台灣女性 罹患了泌尿道感染 是男生的 每三個女生只有一個曾經感染過 而且我們懷孕的女性朋友 更高達了8% 所以大家要小心 如果你不注意的話呢 可能會造成你尿失禁 腎衰竭 敗血症 通通都來囉 它這麼嚴重 那請問一下盧醫師 真的這麼嚴重嗎 一個泌尿道的一個感染 會影響到尿失禁 腎衰竭 敗血症 是 剛剛憲哥講說 每三個女生就有一位 大到泌尿道的感染 這次有找醫生 另外還有一個 另外還有一點多個 是沒有去找醫生 對 因為不好醫事對不對 所以照理女生這樣講比例更高 對 難以歧視 所以您的意思是三個裡面 有2.5個半 詳細的數據大概很難統計 但是大部分的女性朋友 大概得到這個密尿道的問題 都不太好意思跟醫生開閣 是 對 那尤其我們女性朋友 因為先天的結構上面 就本來有一些限制 像這個圖卡上面 它左下角這個是膀胱 中間那是子宮 後面是直腸 對 那我們女性朋友 她的這個尿道的開口 跟子宮的開口 跟肛門的開口 三個距離非常的近 對 那一個尿道非常的短 對 然後肛門 跟這個陰道附近的細菌 濃度又比較高 是 所以說只要一不小心 就會很容易感染 那一旦感染的時候 那個細菌如果一不小心 有時候會從膀胱一直跑到腎臟去 對 那就從簡單的膀胱發炎 就會變成腎臟發炎 對 那如果說本身 又有合併一些糖尿病啊 或者說是一些免疫方面的問題 或者慢慢老化之後也是會 那甚至會造成敗血症 那腎臟發炎造成的敗血症 那致死率都是幾乎一半以上 所以說這個女性朋友 千萬不要因為簡單的膀胱發炎 就忽略她 盧醫師 那懷孕的婦女 是不是也特別容易 因為孕婦都被壓迫到膀胱 都會貧尿 因為懷孕的婦女 她本身有胎頭壓迫在這個 這個子宮的位置 所以說一般來講 懷孕的婦女 尤其到中後期 大概都會腎臟都會有水腫 都會有水腫 那你只要一不小心 滅尿道感染之後 為什麼懷孕婦女 那個腎臟發炎 都非常難處理 就是這樣子 非常容易得到感染的問題 是 好 所以這個滅尿道感染 比我們想像中的比例高很多 對 剛剛講三分之一 不過盧醫師說 可能三分之二點五 沒錯 那這個比例太高了 所以滅尿道感染 到底是不是跟我們生活當中 有一些錯誤的習慣是有關係呢 麻煩杰玲來告訴我們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樣做 可能會導致你感染的問題很多 第一個就是喜歡穿緊身褲 內搭褲以及絲襪 再來就一有尿意 就馬上去上廁所 以及嫌外面的廁所髒 所以就怪姿是一堆 例如半蹲 蹲在馬桶上以及墊腳 這很奇怪 這誰不是這樣子 而且不是跟我們講說 不能憋尿啊 被人感染 所以我們當然一有 就去上啊 對不對 所以阿菁姐 妳有上訴這些習慣嗎 內搭褲跟絲襪 我都... 大家都中啊 對 今天有誰沒中的 牛仔褲都一定有 然後因為內搭褲跟絲襪 通常都滿緊的 而且我只要穿內搭褲 或是那個絲襪 我的頻尿的次數 就是比平常還要多 真的 比如說我們穿寬鬆的牛仔褲 或是一般比較寬鬆的衣服 然後它就是... 就是不會有尿液 不會有壓迫感 對 可是如果說 一穿這個絲襪或是內搭褲 然後一有尿液的時候 我曾經最高紀錄是 對 這麼頻繁 一個鐘頭六次 算是頻率太高喔 我覺得 可是我就覺得 我應該沒有發炎 像在外面上廁所 妳會有怪姿勢嗎 就... 大家都會在家裡 就是怪姿勢 就這樣子吧 半蹲啊 對啊 對 所以頂多就是這樣而已 對 我不會說什麼 爬上什麼馬桶啊什麼 但萬一摔下來 老實說真的 那個後果很嚴重 好 那白容 這也都有啊 而且我也對第二項 覺得有很大的疑問 我們就是因為憋尿 所以才會有泌尿道感染 所以就後來學乖了 只要稍微想要尿尿 就要立刻馬上去了 沒錯 而且妳懷孕的時候 有沒有貧尿的症狀 有瓶尿 甚至於還漏尿 因為它壓迫 然後有時候打個噴嚏 或是只是跟人家在聊天 笑 然後就...就漏出來了 因為壓迫到了 對啊 就很麻煩 而且生完小孩 還需要一段時間回復 做運動什麼 其實這邊都還是都會有 我們免不了 一定會穿緊身褲嘛 對 然後外面廁所髒 就真的會上不下去 沒錯 而且會跌尿 而且像我們有女兒的 現在從小就開始教她說 外面廁所絕對不能坐 那不能坐誰不是怪姿勢 好 所以小曼 妳會不會在外面上廁所 會攀腿嗎 不行啦 在外面上廁所 我就不能那麼致意了 那在家裡會攀腿上廁所嗎 小的喔 耗時間音樂比較短 馬上攀上去 然後又下來有點累 像妳比較常發生的 應該是拍戲的時候 容易憋尿對不對 不是很愛憋 因為就是因為外面廁所太髒 要不然就是不好找廁所 所以我就會一路就是憋 然後就憋到家裡面 然後每次就是看到家門口 在拿鑰匙的時候 就會很緊急了 對 每次都是那個狀況 忍到最高點才要去 所以像我那個憋尿的經驗 你知道有時候我們坐 如果是在那個高速公路上 然後這邊皺著 你就會看著萬家燈火 我心裡想說 天啊 我現在要尿好急 可是看著萬家燈火 竟然沒有一家廁所我上得了 我就永遠都忘了那些那種 你就覺得很痛苦你知道嗎 到最後我憋尿都憋出 一種功力跟境界就是 就是 對 禱告可以這樣子 憋不住久嗎 沒有 就是禱告就說 不要尿出來... 就是一直這樣子 給自己勇氣你知道嗎 給自己念力 但是我有一個朋友 我有一個朋友要更有趣 他就是有一次在那個 高速公路上 然後就那個大塞車 大概塞了三 五個鐘頭 最怕這樣子 對 最怕這種的 然後那天剛好又下雨 他就完全不管了 因為已經憋不住了 他就把車門打開 然後站在高速公路上 然後因為大家都是車子嘛 沒有那麼多 然後下雨嘛 他就這樣子 這樣子 然後就...就尿出來了 然後又要雨水沖刷 然後大家會覺得 只會覺得這個人很奇怪 但是不會覺得說他在尿尿 是男生還是女生 女生 所以憋尿其實是女生真的比較辛苦 真的 男生只要隨地或者是寶特瓶 對啊 你看最近意願也滿多寶特瓶 真的 所以小曼是不是也曾經 因為憋尿憋出問題來 我第一次 也不是第一次 其實好像就那麼一次 是非常嚴重 可是我不知道我得了什麼病 然後三斤半夜 我覺得肚子好痛 然後就是下腹 可是又跟筋痛是不一樣 而且那時候 又不是剛好月月來的時候 我想怎麼辦 然後那時候就很緊張 也不知道自己到底出了什麼問題 我們去掛急診 然後掛急診也檢查很久 就是醫生也按壓什麼的 然後我也說不出是什麼痛 然後就是我也不會行 因為我沒有這樣痛過 然後就檢查好多 然後還照片子什麼的都做 然後結果說是發炎 好像是膀胱發炎 我自己都不知道 然後是因為 就醫生開始問我的生活習慣什麼 就是憋尿 因為拍戲太長時間 然後憋 憋了之後還不打緊 就是我那時候才學習到就是說 原來 可是我以前不知道 就會覺得要很用力 把它擦得很乾淨這樣 結果我擦破 這個可能是受傷的 對 請問一下盧醫師 這些習慣都會影響到 泌尿道的感染 這是肯定的 是 我們如果說女性朋友 常常喜歡穿一些內搭褲 緊身褲 丁字褲 很重要 那它會讓這個 會因部的細菌數量會增加 那如果又合併憋尿的話 那很容易 就是細菌繁殖得非常快 就很容易感染 我們正常人 大概一天你從起床到晚上睡覺 正常解尿的次數 大概是 只有這麼少 只有六到八次 我大概半天就用完了 所以說 大家每次上廁所的時候 可以稍微回想一下 我上次上廁所 大概是什麼時候 是 所以說大概六到八次 如果你超過這個數字 可能就有排尿上面的問題 不光晚上就要兩次 那如果說不夠這個數字的話 那表示你憋尿的狀況 非常的嚴重 那我們有一個圖卡可以看 大家可以看那個 我們在內視鏡底下可以看得到 如果長期憋尿的話 除了膀胱那個紅紅的地方 是有發炎的地方 那因為長期憋尿之後 膀胱 這是我們在內視鏡底下看膀胱 正常的膀胱黏膜應該是非常平滑的 應該是非常平滑的 但是因為長期憋尿的話 膀胱就會出現一個洞 一個洞 對 然後非常容易感染 那那個洞裡面就會有很多 這個化膿的東西出來 所以盧醫師 像小曼之前膀胱炎 他的膀胱就是長這樣 如果長期的話很有可能 然後醫師如果說像那種 在發炎的時候 最後會變血尿對不對 嚴重的話 大家可以看到上面那黏膜 都已經出血了 對 所以尿出來就變血尿 對 那嚴重的話甚至還會有血塊 嚴重的話甚至還會有血塊 盧醫師那請教一下 為什麼會一有尿液就去上廁所 也會感染呢 這個大概可以分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說 你一有尿液就去上廁所 有可能是 對 那另外一種就是說 因為你一有尿液就去上廁所 可能大概因為工作的關係 或怎麼樣 一有尿液就去上廁所 增加你感染的風險 我們在半蹲的時候 如廁的話 我們的腹部用的肌肉 會影響到膀胱嗎 因為在半蹲的時候 除了你腹部的肌肉 沒有在用力之外 事實上大腿的很多的肌群 也都在用力 那這些肌群跟骨盆底肌的肌群 都會互相牽連 那就會放鬆得不適當 可是我覺得可以順便練身體說 不知道 露醫師在講的時候 我突然有畫面 不知道你們有沒有發生過 就是有時候憋尿 憋太久有沒有 然後你不是這樣半蹲上廁所嗎 然後上上想說 我的媽呀 她還沒上完 她腳已經在抖了 對 已經在抖了 已經在抖了 請問一下 露醫師 如果要避免這種 泌尿道的一個感染 平常要注意哪一些 那對女性朋友的建議 第一個就是 對 那如果說真的是因為工作 或者是天氣的需要 需要全身包得比較緊 那盡量... 盡量一段時間讓它通風一下 是 另外就 就是 那像那個一般來講 很重要一個就是要 盡量 維持很好的排便的習慣 是 便秘也是造成 泌尿道發生一個 非常重要的原因 便秘 跟泌尿道的感染也有關係 對 因為便秘的這個朋友 他在肛門附近的細菌量 會比正常人要多 尤其是大腸桿菌 那只要一不小心 就很容易感染 是 再加上如果清洗的習慣不對 對 我們一般清洗 都會建議女性朋友 最好是從前面往後面洗 對 擦拭的時候也是一樣 那很多女性朋友 就沒有注意 她在洗澡的時候 可能連風頭就放在後面 就往前衝了 對 那細菌不小心就會衝過來 那另外就是說 要避免 過度的清洗也很重要 那正常的婚姻部 是有一些細菌 在保護我們的 這個泌尿道的 對 那你過度清洗把它洗掉之後 反而旁邊不正常的細菌 會跑過來 很容易感染 對 適當的清洗就夠 可是那醫師 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是不是就是不建議 我們用這個女性的 那個私密清潔劑 那個是沒有壞處 沒有壞處 但是就是一樣 建議大家不要過度的清洗 有的 有些朋友就是 他覺得有一點分泌物 他就覺得很不習慣 就一定要覺得 一定要把它洗掉 那一直反覆的清洗之後 很容易讓不正常的細菌 感染到泌尿道 對 是 我聽盧醫師這樣講 在擦拭的部分 很多人都拿面紙 對啊 其實面紙是不好的 那怎麼辦 因為面紙它是有加漂白 然後它有加很多的那個 紫的一個紫粉 把它壓得很亮很滑對不對 其實反而是不好的 不過除了剛剛盧醫師講的 要保持正確的一個生活習慣以外 請問一下廖醫師 有沒有其他的方法 保養的方法 教教我們 好 我介紹一道那個 可以預防泌尿道感染的中藥差異 我們稱它叫白毛根芙苓茶 那我們中醫怎麼看這個泌尿道發炎 泌尿道感染其實在中醫來說 它是一個膀胱有血熱 膀胱有血熱 所以呢 我們會用一些比較清熱涼血 跟利尿消腫的藥材 這邊介紹一個就是 這個白毛根它是比較偏涼 所以剛剛說它有涼血的作用 那我們再搭配這個 生肝草它也是有清熱解毒的功效 所以這個就可以預防感染 那剛剛說還是要排尿嘛 所以我們再搭配 茯苓跟玉米麗 我們知道茯苓跟玉米麗 都是有沥水消腫的作用 玉米麗去水腫很好耶 對 沒有錯 所以我們的錢數大概 我們白毛根用到三錢 然後茯苓我們用到五錢 然後這個玉米麗跟生肝草 我們用到一錢 那很簡單 我們把這些藥材洗乾淨之後 把它裝在過濾袋裡面 然後放入保溫杯中 好 然後呢 大蛇沖泡大概600CC的熱開水 燜20分鐘之後把它放涼 然後之後就可以反復回沖 當水來喝 就喝一天 那希望大家一天還是要喝到 2000CC的水 如果你已經有泌尿道感染的 這種前兆 開始覺得有點頻尿 這時候會建議大家 我們可以喝到3000CC的水 3000CC 對 這時候因為其實多尿的時候 對 都可以 白開水可以 然後因為你排尿的時候 其實可以把一些 剛剛說細菌沖刷走 所以有的時候 有點輕微的症狀 很多人發現 趕快拚命灌水 一次灌3000 4000CC的水 有時候其實就可以 避免再接下來的感染 是 謝謝廖醫師 除了泌尿道的危機以外 女生還有哪些下半身的困擾 潔尿告訴我們 每個女生都想要有一雙修長的眉腿 可是不是每個女生都可以當長腿妹妹 那根據統計 有一半以上的女生平均 六年都在跟我們大腿的脂肪奮鬥 所以說 詩美姐 是啊 我們來看一下喔 她的重點是什麼呢 大腿過出 小心喔 心血管疾病 中風會找上妳 妳剛剛在那句話 後面叫我們小曼是什麼意思 對啊 妳是故意的對不對 沒有 可是我覺得只有六年 好像不止耶 不止 是 請下陳醫師 大腿過出 也會小心影響到心血管的疾病 甚至最後到中風 這麼嚴重 出這個部分是非常的主觀 所以我們用客觀那種方式去看 如果妳的大腿 它是量 你量出來之後乘以2 然後再去量妳的臀尾 如果它比妳的臀尾 還多出了10公分以上的話 那這代表是說 妳的大腿真的是 那這個是我們在講說 肥胖這一部分 它當然對我們心血管 是有一個危險在 那我們心血管的危險 不是只有那個所謂的臀尾 當然還有BMI 還有所謂的腰圍這一部分 去做一個測量 那他們這些東西 大致上給我們一些想法 就是一個觀念說 大致上是不是已經過大了 要特別注意一下 但是它還是有些小小的受限在 受限是在哪裡 如果妳的臀尾 或者是妳的那個大腿 這一部分的尾這一部分的話 對 如果是肌肉這就OK了 不是肌肉 妳怎麼知道還是肌肉 我非常結實的肌肉 對 但我應該都是脂肪 我也是 我也是 因為大型的肌肉 它是我們身體主要代謝的 一個主要的地方 對 大型肌肉會用掉我們身體 多餘的一些糖分 脂肪 因為當我們要走動運動的時候 它就要去使用掉它 反而它會降低心血管 所以妳的胃是真正是肌肉的話 它就沒有關係了 好 所以這個到底在我們生活當中 哪些錯誤的習慣會導致我們的下半身肥胖呢 潔玲 好 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做小心妳的下半身會肥胖 而且會越減越肥喔 首先第一個是習慣性的熬夜 再是站姿不加 常常側重或是內疤 第三個就是穿瘦腿襪來瘦腿 好 所以阿菁姐 妳會擔心這樣子的問題嗎 我跟你講我最怕是在這裡 我夏天的時候有時候 因為我們穿裙子對不對 我走路走著 然後就那個大腿那一側肉太多 脂肪太多 然後就卡到了 卡到自己還會這樣走著走著 會這樣就自己看 自己大腿然後看私下無人把它剝開 妳知道嗎 沒有誇示法嗎 我看起來真的很瘦 沒有 真的我是最胖就是我的大腿 而且我從小自卑就是大腿 所以大家應該沒有看過 我穿過熱褲之類的 所以每個人都會自己有一個過不去的點 對 有一個關卡過不去 對 所以那阿菁姐 像妳有那個腿圍的困擾的話 妳有這三個習慣嗎 兩個 兩個 就是那個習慣性熬夜跟那個側重 然後穿瘦腿襪是因為我穿不上去 我大腿這邊太粗了嘛 瘦腿襪我只要穿到這邊 它就會卡成兩截了 這麼緊 就是這麼的胖 對 可是如果正在緊承家 好像也不適合穿 對 所以我就是 習慣性熬夜是沒辦法 因為一 從小是夜貓子 二 然後當演員 就是我們常常熬夜 拍戲熬夜 有時候那五天五夜都沒得睡的 真的 對 然後側重我就覺得 我有時候站姿我喜歡 比如說這樣 對 可是我覺得女生好像都會這樣 女生沒辦法就這樣子 女生都會這樣 站一站 站久就會這樣 然後等公車的時候也喜歡靠 對啊 我這邊靠那邊靠 沒有 我等公車比較不敢靠 為什麼 因為有點年紀 人家會以為妳在騎爬 沒有 所以看到牆壁都不敢靠 不會啦 好 那擺容呢 我也有耶 我是習慣性熬夜跟站姿 我是外八啦 而且我又是有點駝腰 所以我每次站的或坐的 我自然而然就整個就彈在那裡 可是擺容 我真的覺得妳有一點外八耶 是不是 是嗎 剛剛看妳從走進攝影棚的時候 真的 我從小就外八 妳這樣刻意走就會 她就會注意 妳要趁我不注意的時候 妳就會覺得有一個 因為我從小就是外八 那妳有穿過瘦腿襪嗎 沒有耶 從來沒穿過 沒有穿過 那我們來問一下小邁 有穿過瘦腿襪嗎 沒有耶 不是 因為已經都這樣了 何必 那妳有想要改善大腿的問題嗎 我身體的比例來講 我腿已經算是細的 就是 所以我的身體的比例 妳真的笑太過分了 剛剛陳醫師有說過 這都是很主觀的事情 對 就是 因為我的重點不在 因為我的腿 其實我小時候是愛運動 到現在也是很愛運動 所以妳肯定她是肌肉 她其實肌肉非常之發達 那這裡是肌肉還是 完全是中間一圈 因為我其實去 我會去健身房那個人 然後我沒有測那個體脂肌 我下半身的肌肉是 是Over耶 是 應該是說我已經可以 太結實 對 是已經 肌肉量是超過了 那妳就沒這個困擾啊 反正還是 還是會想要 可是我覺得肌肉更難受 但是那妳的站姿呢 妳的站姿會靠嗎 還是會歪 因為她站得滿挺的耶 好像還滿滿乖 因為她的作業都乖乖做 可是有啦 因為之前 就是之前拍學生戲的時候 就肌肉 就是一個 就導演要一個鏡頭過去 然後每個人在做每個人的事情 打掃時間 我也不知道我哪根筋不對 結果要展現我是一個 她就分配我 我就馬上去擦窗戶 我說OK啊 然後她說那鏡頭過去的時候 妳就跳下來 我說好啊 然後我OK 動作戲我最喜歡 可是我肌肉是什麼 我還要背面跳下來 就她叫我正面跳得好 可是我覺得 正面跳不好看 我要背面 是 好了 就一下來 結果腳就扭到 而且當場就是看她這樣 一腫大的那一種 就是右腳 所以從那時候開始 我就會 我自己覺得啦 因為太痛了嘛 所以我就會把重量放左邊 會 我覺得會玩這樣子 對 就會 請問一下廖醫師 這些習慣都會影響到 我們越來越胖嗎 對 其實我們首先講 熬夜跟肥胖 有什麼樣的關係 因為我們在 可以從兩方面來講 首先就是 我們其實身體 在夜間的時候 會分泌一個激素 叫做 受體素 那這個受體素有什麼作用 這個受體素 它會刺激我們大腦的保食中樞 讓我們有吃飽了的感覺 所以其實你睡飽了 比較不會容易肚子餓 然後而且是受體素 也可以促進我們的能量消耗 所以可以幫助我們瘦身 所以常常我們來講說 睡得足夠可以幫助減重 可是如果一旦你熬夜 或是日夜做起顛倒的時候 你的受體素分泌就會下降 所以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你熬夜或是睡很少的時候 很容易肚子餓 而且我們的能量消耗下降 也會容易肥胖 廖醫生 那如果像有的夜貓子 牠可能一樣是睡八個小時 但是牠天亮之後才睡八個小時 牠這種人會分泌受體素嗎 其實也是會影響 因為受體素分泌 是在夜間的時候分泌的 所以其實你日夜做起 剛剛講顛倒也會影響 那所以再加上我們中醫講 我們的膽經跟肝經的巡行 是在我們的十一點到三點這段時間 那中醫說 我們睡覺的時候 血是歸在肝膽經在運行 所以會發現很多熬夜的人 他的膽經運行不順暢 那膽經巡行在我們身體的外側 你會發現 比較常期熬夜的人 牠容易胖在兩個腰側 臀側 還有我們大腿的外側 就像一個西洋梨的這種身形 比較是長期熬夜的人 容易胖在這個地方 所以要小心 那再來就是我們剛剛講 不正常的站姿 跟坐姿一樣 當你側一邊站 或是內巴 外巴這種站姿 其實就會影響到骨盆的位置 那就會影響到 下半身的血液循環 所以它很容易造成 下半身的腫脹 那下半身腫脹的時候 大家就怎麼樣 喜歡穿那個瘦腿襪 對 其實我們不能講說 瘦腿襪是瘦腿 因為它其實瘦腿 不會讓你的脂肪減少 但是它可以幫助你消水腫 但是它其實穿的時機 很重要 因為之前其實臨床上 有發現一個案例 就是說一個二十幾歲女生 她就想說 她要瘦下半身的大腿 小腿 所以她就穿瘦腿襪 可是她除了洗澡的時候 沒有穿之外 她一天23小時 都穿著這個 彈性的這種瘦腿襪 而且她也用不正常的方式 來減肥 她就是只吃水果 只吃水果來代替三餐 所以造成她身體的蛋白質不足 那我們知道蛋白質不足的時候 營養不良嘛 所以會造成我們血漿蛋白減少 那這個滲透壓降低 反而會造成水腫更嚴重 那水腫嚴重 她又趕快穿瘦腿襪 穿一整天 所以這樣子惡性循環下來 造成她後來 不用這種方式減肥 不穿瘦腿襪之後 她的反而腳腫得跟 對 所以其實要提醒大家 就是當然不要用不正常的方式 減肥之外 就瘦腿襪其實 我建議大家還是可以穿 那種彈性襪在白天的時候 其實可以幫助我們 腿部的靜脈回流是可以的 可是不要在睡覺的時候穿 因為我們睡覺的時候 其實我們看心臟跟 腿部的高度是一樣 而且沒有地吸引力的影響 比較不容易這個靜脈 就是我們講淋巴 血液是聚集在下半身 所以其實睡覺的時候 身體應該是全身的細胞 應該放鬆 然後休息 所以這個時候 我們瘦腿襪請各位 是在白天的時候穿 不要在晚上睡覺的時候穿 是 那再請問一下廖醫師 如果調整體質 讓女孩子擁有一雙修長的眉腿 而且瘦得很健康 好 那其實是教大家 一個比較物理性的方式 就是說我們來做這個 瘦眉腿的瘦身槽 那先講就是說 我們在這個一般來說 我們知道那個腿部 其實有分前後內外側 那我們一般在走路或是在跑步 其實比較容易運動到 前側外側跟後側的肌肉 可是最難運動到就是 所以會發現內側脂肪特別多 然後那個摸起來 這個脂肪特別端端的 而且很難練 對 不容易瘦 所以我教大家怎麼樣 瘦這個大腿內側 那在這個瘦 在講這個動作之前 先跟大家分享一個瘦位 叫做 因為待會我們要邊拍打 邊做這個動作 那三陰膠怎麼走 它在我們的那個小腿的內側 我們首先找到我們的足部 有足懷 這個足懷骨 我們摸到這足懷骨之後 四根手指頭 往上四根手指頭的距離 那記得不要摸到骨頭 這個瘦位不在骨頭上 它在骨頭的後圓 後圓的凹陷的地方 所以你在骨頭後側的地方 這就是三陰膠 這三陰膠就是三條陰莖的膠位 就是我們的肝筋 皮筋跟腎筋 因為肝竹血 所以它可以幫助血液循環 皮 腎 這兩個筋骨跟水分代謝有關係 所以可以幫助我們淋巴循環 所以有時候你覺得 小腿腫脹脹的時候 其實你可以多按壓 這個三陰膠這個瘦位 好 那我們現在請大家站起來 我們怎麼樣邊按壓這個動作 邊瘦大腿內側 我們兩個腳張開 跟我們的肩膀同寬 那這個時候我們可以把 我們的手握拳 手握拳我們首先 我們用做踢腱的動作 我們的那個右側的大腿內側 往上抬起來 我們就用左拳去拍打 我們這個 右腳的三陰膠這個瘦位 有沒有 這個就可以拍打 那記得我們身體不要往前彎 我們完全就是用我們 腿部的力量 會發現用到大腿內側的肌肉群 換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我們把我們左腳內側抬起來 用右手去拍打我們 這個左腳內側的三陰膠 那這個時候 我們可以開始來做交替 會比較順 就是左右 然後交替 做踢腱整個動作 所以這個動作就可以 很痛 這動作很俏皮 而且重點是 你做完這個動作 你要覺得你大腿內側是 酸酸脹脹的感覺 那表示你用對這個肌肉去 那哪裡最酸 是內側嗎 還是腰 我是前側酸 如果用到腰酸 表示你其實有點彎腰了 所以剛剛說一定上半身要保持直立 然後完全用腿部肌肉的力量 因為你在往上抬的時候 大腿內側肌肉就要用力 而且它是對抗地心靈力用力 對 所以它出力的力量會比較重 是 好的 好 我們小女生 你看陳醫師好可愛 對啊 她好可愛 她做得好可愛 俏皮對不對 俏皮 好 那最後我們就請陳醫師 可不可以給所有女婿朋友 她到底如何要照顧好自己 下半身的健康 給大家一個建議 如果妳要讓妳的下半身更完美的話 其實我覺得還是要多運動 多休息 然後均衡飲食 這是我們常常都在講的 如果妳有任何的不舒服或不適的話 一定要去就醫 不要把它忽視掉了 很多就是因為忽視掉 或者自己去買了一些陳藥之後 然後導致很多病情是延後就醫的 然後所以我們會建立大家 還是一樣 自己照顧自己的身體 把自己的警訊了解之後 然後一一的跟醫師講 然後我們會照妳的警訊這部分 把妳醫治好 沒錯 而且我覺得有很多的女性朋友 她們常常有一個誤解 就是說下半身只要發生不舒服 都跑去看婦產科 其實有的時候要注意 可能是泌尿科對不對 所以大家要注意 我們剛剛節目道中 討論到了很多警訊 而且要提醒所有的女性朋友 除了追求下半身的美麗之外 其實呢 下半身的健康才是最重要的 那最後我們一起來聽聽 憲哥有話跟你說 好 我們待會兒有一句話 你說說 女人的一生為情相比 為愛犧牲 為就顧家庭 為就顧姻 那反而是忘了自己 這個時候呢 妳要小心 一定要好好的愛自己 從今以後 先過身體 打過機會 沒錯 而且啊 大家都常常講嘛 如果找到一個好的另一半呢 妳就有幸福的人生 但其實呢 妳有健康的下半身的話呢 哇 那妳就有一個完美的人生 也祝福大家 今天也謝謝所有的來賓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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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來衡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